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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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在我饭介绍微饰的时候 今天去了哪里? 牛头角街市 去牛头角街市熟食中心吃东西 当然今天还在下大雨 很夸张 所以我们也是乘搭的士 因为这里牛头角浙走过来 都要时间 当然牛头角上下村都已经改建了 你看升级电梯 不是我转了慢镜 我说话也要入咪 那我上去吃什么呢? 我想上去才找 因为上次有一间食盆菜 那些东西挺好吃 不记得名字了 但是 所以上去才知道 上去才知道 告诉大家 熟食中心就是一楼 那里面有什么食物 上去再说 这部这部很搞笑 你看看 真的很慢 你看慢到 妈妈都不认得 上来看有什么食物 当然 现在呢 上去就转圈 再带大家看吃什么 都很多地方没开了 看吃什么 都没办法了 见什么就吃什么 有满记咖啡 有这间 好了 找个地方坐下 再和大家慢慢聊 好 好了 进来坐下坐了 因为这里温差都比较厉害 我弄了很久 相机镜头才能开出来 拍摄给大家看 刚才看过梦精 这里有很多饭餐 饭餐来说 40-50元 还有个雜扒饭 这个最贵 52元 誇張 我又看看它有什么浓妙 另外有些全日餐等等 我们点了些食物 等些食物来到 再和大家慢慢聊 这间就叫做满记 我们今天都退而求其次 找了这间满记 看看东西可不可以 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 可能晚上才开 有下合理 就是我上次买盆赛那间 这里很有趣 上面有冷气机 相信应该是不合理的 所以上面有很多众生机 在转下转下 给你看看 这些众生机转下转下 不过很凉爽 虽然今天很热 但你的冷气 好像千年层鼻红豆沙 你见不见到这顏色 吓死你 所以众生机也很多 所以 请不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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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开始说说 这个杂把饭 价钱是52元 可以问你要什么汁 当初有茄汁 烧汁 或是黑椒汁 我猜有这些汁 可能还有一些洋葱汁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们就决定要黑椒汁 杂把饭来说 真的好死 为何这么说 真的有什么汁 说明杂把 我今次的杂把 是有餐肉 腸仔 火腿 火腿在底 这里 还有猪排 最多的 切了件 其实我已经试了 腸仔 火腿 我还没试 有它 火腿不会太特别 黑椒汁来说 挺好吃 黑椒汁 都是一些舊式 茶餐厅那种 这样的调法 找一些 应该现在现成都有 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 要慢慢去搅拌 这个汁 又说要找那些面拌 又这样又那样 现在不用了 说真的 现成已经有这些黑椒汁 就这样开出来 抽稀少少 打个芡 已经完成了 或者有些线都不用打 所以这个 其实你说 有什么特别呢 是很普通的 猪排来说不差 这些真的 有一些茶餐厅 炸猪排的感觉 虽然它切了件 但也不会干了 硬了 不好吃的那种 这个猪排煮得挺好吃 而腸仔 餐肉 和火腿 是普通的 我都不特别 多多去评论这些东西 这套冷热饮品是送的 基本就算下去 说真的 即是四十多元碟饭 左右 饭底 比较少 看到吗 还有饭底 是一些大锅饭 是一些 以前一个大电饭煲 煮出来的那种 所以 这个饭会比较 粗粗 粗 粗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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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旧式电饭煲 坏处就是 它不能够 将温度很平均 去到每一个位置 而新式的恒温电饭煲 便会好很多 这些就是说 介绍食物不是千必一律 一定要因应 在每一个地方 去介绍每一样东西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里 你问我贵不贵 可能会略形贵少少 但是食物 亦都有它的风味 这个我觉得OK 没问题 这些是鲜茄猪扒意粉 价钱49元 好久好久都没吃过意粉 一见到有鲜茄类 急不及待就要叫 不过 我也有挣扎过 究竟叫牛肉豪 鸡扒豪 还是猪扒豪 结果 因为我们另一款食物 挑选了牛肉 所以这一款 我就选了猪扒 拿到上桌的时候 是热辣的 刚刚炒起 锅气很足够 还看见买相 就喜欢得不得了 你看看 它鲜茄真的有 这里起码大半个 至一个的蕃茄都有 吃起来 鲜茄味很浓郁 还拌了很多很多茄汁 加入意粉 正合我心意 我很喜欢吃茄汁 如果它这么拱门 吃薯条 我一定一定 不只用一包茄汁那么少 另外猪扒 我有时都比较没有信心 因为不是道道煮的猪扒 都比较好吃 哇 这里就刚好 猪扒虽然不是很厚切 但是它半煎炸的效果 真的做得很好 有油脂感 有猪肉味 记住它是雪藏猪扒 居然有猪肉的味 还要配合起茄汁 洋葱和葱段 兜成的鲜茄猪扒意粉 真的很好吃 本身的猪扒 它是够松身 有弹牙的口感 还不是柴 不是干的那种 非常之好吃 最欣赏的是什么 它是大骨的猪扒 我比较喜欢吃的 今次吃到这个鲜茄猪扒意粉 真的不枉此行 另外它洋葱也放得很多 所以令到这个鲜茄猪扒意粉的香味 增加了不少 最重要是什么呢 它调味真的很好吃 刚才拿到上桌的时候 饭的第一时间已经赚到不得了 是不是 是的 它的香味很厉害 它真的闻到很大股茄汁味 至于主食 我都要说 意粉是有着劲的 它又不是煮到很高级餐厅那种 中间的芯是硬滑滑那种 但是一定不是软滑滑那种 咬下去够爽够滑 以及不算过软的那种 是还有照片的 所以这碟鲜茄猪扒意粉 不是发胀了那种 我十分之喜欢吃 这个是炸鸡翅4只 价钱$24 但是说真的 它来到已经给5只 为什么呢 第一 鸡翅可能比较小 它觉得4只 可能根本就给不到这个数量 或者份量 所以它就加多了1只 当然 你们来到的时候 多少只呢 可能有机会6只欠的 因为再小只 又或者4只很大只 也不奇怪 所以每天 它的出品 都不能够告诉你 是否这样 至于今天 我说回我今天的数量 它是有5只 这个鸡翅很一般 可以一般到 不值得叫 就算我告诉你 如果4只是这样的质素 也不值得叫 为什么呢 这只鸡翅 我用手撕开了 因为今天没有大剪刀 我亦不是用口咬 如果是咬 我会老实告诉大家 我是用口咬 这个是用手撕开了 大家都看到 它比较干身 不够汁 再加上 鸡翅的鸡味 是没有了 这些我相信 是一些叫做 姜丝鸡翅 为什么呢 应该冷藏了一段很长时间 或者这些 其实它是扔着一些饭 去给人 而有人这样叫 少之由少 可能他会觉得 咦 为什么有人叫这些东西 对的 说真的 每样东西都会有人叫 我们也想试多一点 给大家看 这个鸡翅炸起来很干 硬了 直接叫做 硬着嘴 不是硬牙 是吃下去 会惨牙肉 所以这个我比较一般 而且 它那个滑盐 或者加少少少椒盐 都没有什么 令到整个鸡翅 完全淡而无味 所以 这个只是有个形 你见不见这个形 哇 炸出来 吃的时候 你就知道味道 真的 什么叫知味道 是没有味道 所以这个真的很普通 你问我值不值得叫 不值得叫 是没有叫的 因为我觉得 它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要烧完里面的鸡翅 未必这么快烧得完 所以这个 又不是说不好吃 又不是说变臭 我都会吃完 这碟是烧炒牛河 价钱50元 你问我 50元来说 份量算不算多呢 我都觉得是一般般的 不过 看见的买相都挺不错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牛肉的份量 比菜多 对呀 今次的菜 都是比了很小 很小的菜心 特别是 竞步就多些 煮完之后的效果 十分满意 因为不算太腋太梅那种 还有菜心狂的清甜味 吃起上来 觉得有照头 有脆口的感觉 它调的汁酱 大部分除了 豉油 老抽的颜色之外 它还加了少许蠔油 吃起上来 我就十分满意 因为汁酱 都挂在牛肉面 和河粉面 一吃下去 就觉得 咦 它也是用水河 不是用炒河 我知道有些地方 都喜欢用水河 因为水河 比较薄 比较滑 但是呢 我就说 看来看去 咦 不见焦香位 但是吃得出有焦香味 其实我早就夹了部分的焦香位 给你看的了 巴黎铁塔 反转再反转 看不见到 哇 焦香位 有一条是没有混合汁酱的 在镜头面前看得非常清楚 应该大家都已经感受到 另外牛肉方面 刚才说的 件数很多 它切得比较薄的 大概是0.1-0.2cm 吃起来 好滑 它应该都有 喂过水 或者用了一些松肉粉 不过程度不是十分之厉害 所以还有牛肉味 不会说一摆入口 就觉得太煤太淋 那种 它还有少少召头 除此之外 它的汁酱 真的调教得非常之好 不会说过浓过咸 配合了炒得有焦香位的可份 真的相当之不错 50元来说 包括夜饮 我觉得可以接受 这三杯冻饮 全部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来拍片 是因为餐里面包装的 所以不需要说额外加3元冻饮 热饮 又说不用加钱 其实这杯冻饮是好处的 因为不用加钱 最左边那杯冻领茶 中间那杯冻领蜜 最右边那杯冻奶茶小甜 首先我说一杯冻领茶 冻领茶的茶底很好味 始终茶水档 在大排档来说 它做的茶 真的比较好饮很多 柠檬也有3片 其实够了 咬下去 但这里真的很热 我现在整头汗 其实 这杯东西就反映了 现在这里的温度是怎样 你看看 冰全部消失得无影无中 就告诉你 其实这里真的挺热的 我也说了 这些冷气其实是装饰品 没有意思 靠了众生机 所以 这里还算好 刚刚融了没多久 还可以说有些冻冻的 其余两杯就由老婆说说 今天来挑战高难度表演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喜欢去冷气室内的地方吃东西 不过今天夏天 因为落大雨的关系 我们都不妨来这里熟食中心试一下 有多热 因为其实我们去泰国曼谷 不论一年四季有多热 我们都愿意去后巷蹲街边吃鱼蛋粉 所以就算是唐人街 我们不时都光顾街边的熟食当 所以今次试下 夏天都来这些熟食中心挑战一下 一看中间的杯冻领物 一来到 为什么这么奇怪 一粒冰都没有 但柠檬又多过冻领茶的杯 我有四片 还要很厚身 每片都比茶餐厅所给的柠檬的厚度 另外领物的葱剂一点都不滑汗 给了很足够 什么叫很足够呢 是直接一喝下去 尖湿嘴唇 已经知道这杯是冻领物 不是西洋菜物 所以它的领物真的给了十分充足 所以我今次真的没有叫错冻领物 只是说葱剂这杯真的很好喝 虽然它没有那么冻 但也可以接受 第三杯冻奶茶小甜 茶底来说它不算最浓郁 不过茶底的滑度 真的我这么久以来 喝过数一数二够滑 另外加了奶之后 都没有影响茶底 变了冲淡了 还有看见颜色虽然很深色 但又味道很浓郁的境界 真是特别 但这里冲茶的功夫 掌握得十分之好 起码我喝下去 不会怀疑自己要加深一点 看看会否有粗口粗口粗口 我好肯定告诉你 这里是好够滑 这杯最初拿来的时候 是有冰的 但坐了没多久了 之后就已经融光了 融光了冰之后 都没有冲淡到茶底 真是奇怪 但整体上 我好满意这两杯冻饮 好 说明就完场了 接着过了八计 叫了一些食物 为什么 因为饭嫂不够饱 买了一个湯牛可外卖 和这个酸辣鸿炭 好了 我们回去再拍给大家看些东西 不再吃第二餐了 免得了 又热 接着还要回家 有很多片未剪 要回家慢慢剪 还有下雨不上周围去 很辛苦 好了 来到美人照镜 哇 这里有很多纸巾 不让你们看 那些碟都搭起了 三个碟 那些东西也说完 接着说说最后总食评 这一碗的咖啡奶茶 哇 饭食质素真的不错 锅气很够 但这条热气也很够 我现在整头都是汗 说真的 也要快点走下去降一降温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挺凉的 但是重生機也不太定得住 再加上冷氣是一些裝飾品 我們更加覺得 自己看了可以用望梅紙開來的感覺 可能會感覺涼快一點 但其實食物真的很熱 所以食物的感覺就馬上消失了 可以說馬上幻滅 所以這裏的食物除了雞翼 其實剛才可能是老闆娘來的 她就問我在這裏拍甚麼 我到處去飲飲吃吃的 拍美食 其實我都是純粹用個人的分享 去告訴大家 她就問我拿了頻道 我都跟她說其實說雞翼不行 我很老實的 如果下次有機會見到你問老闆娘 我跟老闆娘都是這樣說 我說你的雞翼不行 我不會在這裏跟你說不行 在別人面前說就說可以 不好意思 是不行就不行 這些我都覺得是一些三九九流的地方 我是不會害怕的 就等於好像現在有些網台都會說 你這樣我是不會害怕的 坦白說我不是一些 我在一個溫室裏面長大 但是完全不知民間疾苦 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 甚麼事我都會見過 所以你們說的東西 真的告訴你 我純粹去分享給大家 好吃不好吃 大家吃過就知道了 其實今天我很欣賞 濕炒牛河 濕炒牛河 真的告訴你 老婆剛才吃先的 那我就跟著之後吃 好好吃 超香感夠 獻汁打得好 不鹹 深炒牛河的通病 就是很容易會煮得鹹的獻汁 這裏是不鹹的 好吃中 鍋氣也很夠 辣牛河的時候 不是用蛋的 這東西我是超級欣賞 這些就是考師傅的功架 師傅是做得很好 至於那個雜扒飯 或者那個意粉 不是說出色得那麼重要 但我覺得都叫做好好吃 不算差 唯一雞的東西當然是差 而茶水來說 我剛才也喝了奶茶 很好玩 領物來說不用說 這些不是菜物 是領物 唯一是這裏熱一點 如果你說冬天 我就覺得很好 這裏真的值得上來試 現在的天氣 我都會退而求其次 真的有事先走了 家裏煲下糖水 也是先走了 好了 其餘了給老婆說說 她平時不會說 家裏煲下糖水 她說家裏浸了海參 哈哈 先說回今天 今天其實老闆娘有問我們 是不是超人 她說為什麼我們叫完領的東西 可以叫奶的東西 她說你們混到亂一亂來喝 我說是呀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 然後她豎起了兩隻手指 不是向下的 她是放了向上的 還有我們說 我們一向都是叫這麼多杯 其實今天叫得少 我們最高紀錄應該超過五杯 另外其實可粉那方面 老公剛才解釋了 這裏非常出色 不是用蛋來炒 其實在我心目中 從小到大 我很少吃到用蛋炒的可粉 我覺得那些不是好吃的可粉 我覺得是 零零射射射 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去煮 就不是我從小開始已經吃慣那種味道 所以今天這裏大排檔風味 真的吃回以前的炒可粉的感覺 還有我剛才也跟范哥聊過 為什麼這裏收7點 但是現在3點鬆一點 就已經說買了些可粉了 那是不是很久都沒有可粉買 然後范哥就告訴我 他寧願入少點貨 免得東西不新鮮 我也覺得是對的 因為如果真的買不完 那我要不要好呢 我放不放在雪櫃好呢 雪了的可粉又是不好吃的 這一點我很認同 另外這裏 真的吃得出我儀式 吃過好好味道的意粉 很少吃回有家的感覺 以前媽媽都會煮意粉 給我們去旅行 或者開派對 或者去同學家開生日會 或者學校 有什麼gathering的時候 可以每人煮一樣食物 就拿回學校一起吃 多數都是煮一些類似 雞翼香腸 沙律 或者意粉 等等 我很少煮菠蘿腸 因為我覺得那樣不需要煮 是開罐頭拿牙籤刺就行了 所以我通常都會 要是自己煮沙律 要是家人幫我煮類似 剛才我說的食物 今次吃得這裏的味道相當不錯 好欣賞 還有碟頭雖然不是我吃過最大碟 但我覺得正正上來講 一個女士已經足夠了 男士可能要多吃一碟才夠飽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我之前看到一些留言 早餐40元很貴 根本就吃不起 我現在就看到很多茶餐廳 或者我去過一些食肆 譬如這裏滿記的早餐來講 都是要38元 雖然現在35元的早餐都走不掉了 我有時早上都會下街吃早餐 都要40元的吃碟麵 紅腸 餐肉 太陽蛋麵 加杯凍飲是40元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有某些人 就說吃早餐很貴 40元吃不起 說真的如果40元吃不起 其實真的不要出去吃了 自己煮會好一點 真的會便宜很多 其實買個公仔麵 錄一條菜 真的10元內都應該完成了 OK的 我也明白 大家留言都是想告訴我 一些東西是貴的 我也樂意接受聽大家的意見 亦都告訴大家 我見了幾間餐廳 都看到40元或者40元個外都有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貴 我真的很難去回答你 是不是很貴 但是只可以告訴你 現實現在這個年代的食物的價錢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知道 不是說我上次拍的東西 是比較特別貴 是因為大勢所趨 外面全部都是這樣 除非自己做的 我們真的沒有了 這些東西 只有三種刀的杯 有些檸檬 除非檸檬也吃了 我們又不喜歡吃人檸檬 對不對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啦 拜拜 我們請問一下 買主 我們不好意思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開動